280的蛋糕 80可以啦 目前我們吃到最貴的 但是妳老公 那我老公就是非常毒舌 天蠍座 他這個交換直接 不好意思 海綿體 開網槍喔 就是蛋糕體啊 海綿蛋糕 真的是沒比較沒傷害 一比較傷害很大才對 哈囉我是凱瑋 哈囉我是凱瑋哥 哇今天的影片太幸福了 你不覺得看到蛋糕本身 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真的就是很適合我的主題啊 我就超愛吃甜點的啊 所以今天呢我們要來品嘗 台北市最好吃的千層蛋糕 我們各地選了五家大家公認好吃的 對我幾乎每年呢都會去朝聖 日本好吃的水果千層蛋糕 我會為了甜點去韓國 因為韓國是很多咖啡廳跟很多甜點店 我也會去朝聖 這一次呢我就在我的Instagram 問了我的粉絲說 你們覺得台北市最好吃的 水果千層蛋糕跟千層蛋糕 就是請大家推薦 請問大家有沒有推薦的甜點店 最好是有水果千層蛋糕啊 然後大家就是很熱心回覆我 非常多家 就在眾多的店家當中 就是挑選了一些 有一些是我自己有吃過 覺得很不錯的 然後有一些是他們強力推薦的 所以今天要試學了五家水果千層蛋糕 今天呢要一起試吃給大家看 品嘗過程當中 會用我們真實的感受去呈現給大家 應該說用我們自身素人的感受 吃甜點 並非很專業的會甜點說 這個奶油是 對我們不是討論這個 所以如果內容不專業 其實大家多多包涵 但是我們會很認真的吃它呢 對 好 我們要來吃的是 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 叫做LadyAnn 對 其實LadyAnn是美國來千層蛋糕店 一來到台灣就是 轟動全台灣 對 然後大家就是一窩蜂都會去買 可是我很後來才吃到 LadyAnn是有買給我爸吃啊 跟我爸說這一片八十塊 他就吃得很開心 然後我跟他說這一片兩百六 他下巴掉到地上 他說太貴他不會去買 哇 這一大口蠻大口 你知道千層蛋糕就是要這樣子 這樣子切 不能這樣子挖 要不然他會沒有辦法那個 吃下去啊 層層堆疊的感覺 沒有黏在一起 你就可以慢慢吃到那種 蠻油的香氣 然後又不會太膩 如果剛分手啊 很適合吃這家店 真的嗎 可是我覺得蛋糕 都有這種療癒的功效 不是說我五種口味都買嗎 我一次吃五個 吃到最後真的還是覺得很膩 很膩 對啊 非常濃厚的奶香味 然後不會太甜 重點是 你已經吞下去了 可是那個味道還 繞在你的嘴巴當中 就是會有餘韻 你知道嗎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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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太好吃了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品嘗的是 食儀 大家就是瘋狂回我線洞裡面 其中一家人氣很高的店 他位於在於就是 中山絕影站附近的一間店 然後他在巷子裡面 我就先打電話去問說 有沒有我們要的水果千層跟那個 伯爵茶蛋糕 其實他們蠻好的 就是可以幫我們留蛋糕 嗯 對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趕快去拿 他們店家其實就雖然是網美店 但有點過於乾淨跟有點空虛 裡面完全都沒有什麼任何設計 就算是蛋糕椅子桌子沒了 不要你好好品嘗蛋糕 冬季限定的草莓千層 對 是12月到3月才會有 對 所以這一顆280 然後這個伯爵茶千層是 就是我跟培圍都很喜歡喝奶茶 茶味的 跟茶味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特別再買一個 它的剖切麵其實蠻漂亮的 跟大家看一下它的層次喔 果醬味 像重於奶油味一點點 真的 但整體來講是好吃的 因為它中間這一層是有果醬加草莓 反而它會蓋掉原本的鮮奶的原味 對 因為可能是我剛第一個吃Lady M嗎 可能我對它期望太高 因為每個粉絲都跟我講說 11 11 11 就是大腿這樣 我吃一口它上面這個奶油味道 它是全部最貴的對不對 全部最貴的 所以我會搓 因為你知道嗎 如果是最貴的話 它如果是有那樣子的品質 我就會覺得它很適合這個價格 因為如果是它最貴 然後沒有這個品質 我就覺得 吃一吃 我唯一的覺得它好處是 相較之下 甜度沒有那麼高 可是女孩子吃了 就會覺得 沒有這麼的負擔的感覺 280的蛋糕 什麼 80可以吧 哈哈 他說80塊 目前我們吃到最貴的 但是 你老公 他叫糕米 那我老公就是 非常毒舌 天蠍桌 他真的講完直接 不好意思 80塊 十一的 喜歡十一的朋友 先不要玻璃心 我們是個人意見 個人意見 個人意見 他意見 他說80 我們沒有說80 可能在店內吃才有280的感覺吧 天內其實也沒有特別的裝潢喔 等一下我們還買了他另外一個 因為他的呼聲太高了 所以我就覺得 這一個250 對250 我們試一下 每一片的濕潤的程度已經太重了 我吃不出來分明的感覺 這個可能適合就是 可能牙齒比較不好的人吃啊 對 他在我心中 120啦 150啦 280 我真的不行 我覺得他茶香味是有的 你如果不跟我講他的價格的話 我會覺得是愛買買的 愛買 嗯 他是來自天母的蛋糕店 沒錯 叫做甜點16 嗯 我們算是大學時期都在天母走跳 對 所以其實很早就看過這家店了 他也在那邊立足蠻久的 對 但是一直沒有繼續吃過 然後直到前一陣子 中秋節的時候 泡泡哥哥送我一個他們的蛋黃素 我跟我老公直接為之經驗 我送給說的我好像都為之經驗 超好吃 然後就還問我說去哪裡買 就是那天我們去買蛋糕 其實有遇到老闆 然後就有跟他聊一下 老闆的老婆很喜歡吃甜點 對 然後他為了他老婆呢 就是去日本學做甜點 想要做給他老婆吃 對 你聽完就覺得 天哪這什麼一個浪漫的故事 他為什麼叫16號公寓 是因為他用五個不同的水果 大家應該在上面就會看到 五個不同的水果去組成的 然後橫切面 就是這個面向看起來 就會感覺好像有16個住戶在裡面 喔這麼可愛 對這麼可愛 所以才叫16號公寓 可能水果比較小 切的比較小片比較明顯 我覺得今天水果很大顆 今天水果很大顆 今天水果很大顆 今天水果太大顆了 感不清楚 有奇異果草莓 那香蕉 柑橘香蕉跟 水蜜桃吧 水蜜桃 而且它底部是有一層蛋糕體 對它有蛋糕 對 海綿啦 海綿蛋糕 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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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開 開網槍喔 就是蛋糕體啊 那叫海綿 海綿蛋糕 海綿蛋糕 我們之前吃的水果 可能會比較 它今天水果特大顆耶 怎麼回事啊 最近水果是很殘忌 我剛剛有吃到水果耶 等一下 它那個卡士達醬 跟奶油的那個比例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剛好 第一口進去會先吃到水果 因為它今天水果很大顆 然後呢 而且我很喜歡它有一個 有一個蛋香 蛋蛋的味道 你知道為什麼我很喜歡這家蛋糕店嗎 這一個 這個也是他們招牌的 我的丈母娘 欸 丈母娘嗎 我另一半的媽媽 我買回去啊 另外一半 嗯 就是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沒有好朋友啦 因為我們是買很大吋 就是8吋 很大 一整顆 通常買回去他們家呢 他們根本就是可能只會吃四分之一 一般的時候買蛋糕 你知道嗎 我回去的時候說 欸 蛋糕咧 他說吃完了 我說怎麼沒有留給我 他說我不知道你要吃啊 太好吃了 太好吃 代表他們多不膩 他 我就說這一家蛋糕你吃兩三個 這張子的兩三個完全都不會有膩的感覺 因為它的水果都是用當季的水果 而且都非常新鮮 它的水果也是挑選過的 而且重點是 它剛剛上面草莓上面不是有一層奶油嗎 超好吃的 沒有 我跟你講 好吃的鮮奶油你吃得出來 因為 老闆的鮮奶油 有些是用日本原裝進口的原料 原物料 你不跟我講仙城 我是覺得它是一個好吃的蛋糕嗎 因為跟我印象中的仙城很不一樣 但它的奶油是好吃的 味道也還OK 味道還OK 味道還OK 那如果這一片210 你覺得怎麼樣 小貴 這水果很貴 到對了 髮棚是這兩個 我買了它兩款蛋糕 一個是栗子蛋糕 一個是原味的千層蛋糕 髮棚也是很多人推薦的一個 感覺 它的千層是很密的耶 很多層的 比較甜 它比類似很甜 對不對 吃起來有一種很膩的感覺 真的假的 可以這樣講嗎 它的甜度 跟我剛剛吃的前幾個比起來 它真的是比較甜 它滿甜的 對 一吃就覺得 它的香味沒有很濃厚 它就是甜 但是甜完之後就沒有後勁 對 沒後勁 100 比較便宜 它叫22階 對 它叫22階 它的千層餅皮是比較偏軟的那種 真的是 沒比較沒傷害 一比較傷害很大耶 對啊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起來 它的確是比較甜跟比較 膩 而且 比較 就不會想要第二口第三口吃下去 對 真的是這樣 搞不好另外一口會比較好吃 好啦 我們吃荔枝 因為他們那個荔枝系列蛋糕 也是賣得很好 然後就想說 欸 荔枝千層好像很好吃耶 吃個荔枝 更甜 可是很香 很荔枝 很荔枝 哈哈哈 是不是很荔枝 就是荔枝味 對 直接 欸 它要帶點酒香喔 其實你可以吃到它荔枝的果肉 對 它荔枝果肉在裡面 其實蠻好吃的 荔枝 這個比較好吃 要買它的荔枝口味 它荔枝口味很夠味耶 但是它也是很甜啊 很甜 對 但是荔枝大噴發耶 因為荔枝本身的香味 本身就是 還有它中間這一層 有點像是荔枝的 類似 是泥啊還是果凍類的 對 很好吃 然後會讓它甜沒有這麼的膩 綜合一下 綜合那個甜膩的感覺 不然它整體的甜度就是百分之百甜 破表 對 但是要配茶 要配無糖的茶 對 荔枝果鋪 我跟你講 我站在很久之前就去吃果了 我一直有聽到它的名字 但是一直都沒有買來吃 老闆他就是日本人 很多人會拿他跟Hobst的做比較 他們名氣已經非常響亮 日式水果千層210塊 然後它是上面會有一層 就是 它有糖粉 糖粉的千層皮 對 然後再水果 然後最後跟甜點石油一樣 是有用那個 海綿蛋糕當雞 對 雞 嗯 應該還蠻好吃的 他們家的那個 奶油很濃 是種濃 是好吃的 濃的系列 但是也是不宜多吃 真的嗎 嗯 如果 跟甜點石油來比的話 甜點石油的那個水果的紮實度 會比 甜點石油還來的紮實 新鮮度跟它的量 因為剛剛 剛剛的水果真的超飽多 超多 那這個的話就是水果可能就是 穿插在裡面 穿插在裡面 也當配角 它整體的蛋糕跟奶油的那個 蜜度加水果 就是恰到好處的 剛剛好嗎 對 就剛剛好 它如果剛吃下來它算好吃的 如果跟第二間店裡的話 你真的很不喜歡十椅耶 不是十椅 十椅太貴了啦 對啦 太貴了 它如果十椅賣210 我可能會讓它比較 還是可以回來 我們現在不是在比價 是覺得說 如果是280 它應該拿出280的那個品 對對對 那如果你今天是 210可以吃到280的這個價格 我就覺得 這個有點很值得 就是很棒啊 對 所以我心中有一些 之後會再去買的名單 之後不會再去買的名單 也在我心中 對對對 就是有一些我吃過 有些我沒吃過 但是整個這樣比較喜蘭 心裡有個底 LadyM99吃一次 還是會有吃蛋糕的心 驚喜感 但是我覺得LadyM如果要吃 可以吃它不同的口味 因為它其實別的口 我跟你講LadyM還有限定版 因為我那天去買 因為我都各買兩個嘛 然後它有一些限定口味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例如什麼限定 例如草莓的限定口味 真的嗎 其實去看就是Google評論 都會發現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對 有人就說甜而不膩 但有人就說沒有那麼好吃 對 拿它跟HUB相比不會心虛嗎 可是又有人說HUB都是 中央廚房出來的才好 所以每個人就是有不同的想法 五萬眷書不如行萬里路 你就自己要去吃吃看看 不要聽別人怎麼說 那我們今天只是 吃看看這幾間店給大家看 對 我們台出前三名 自己心中的前三名 就是還會在訪的店家 好 我的第三名會是LadyM 剛剛搶那麼多 然後第三名還是LadyM 蛤 又可以第三名喔 LadyM第三名 然後我第二名是澤田國富 可以 我第三名是LadyM 第二名是澤田國富 那第一名我會選甜點石榴 為什麼 因為它的奶油真的吃得不膩 然後再加上它水果很多 因為我覺得水果千層本來就有 它的奶油我有經驗到 對 然後那個水果千層就是水果要很多 對 它水果真的很多 然後 感覺吃到就很划算 對 然後它除了就是它賣這個價格 我覺得是合理的價格 然後它水果本身 就實力水果本身就過 對 如果以價格去比 它真的是CP值滿高的 自己去買水果不見得這麼便宜 也沒那麼誇張 對啦 對 然後它最後的基底跟 我為什麼會選那個澤田國富第二名 因為他們其實做法很像 就是淺層 只是我會覺得澤田國富唯一一個 酥的點是 可能在奶油上跟 它的水果的量 沒有甜點石榴多 所以我就覺得它可能 它沒有不好吃 只是如果真的比較想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喜歡甜點石榴 第三名的話 我想要給這個栗子蛋糕 妳不是說它 髮膨嗎 對 髮膨栗子蛋糕 我喜歡 妳剛剛不是說它壞話 我沒有說它壞話 我不是說它壞話 沒有不好吃 但是沒有到 會讓我想要再買的慾望 可是吃完它栗子蛋糕的話 如果今天我要去送朋友 我其實會推薦這個蛋糕 第二名呢 是Lady M 對不起 我就是喜歡Lady M 我覺得Lady M吃起來 就是有一種莫名的幸福感 第一名 可以有兩個 因為喜歡 因為喜歡 十一對不起 對不起啦 十一好像第一個人 可能我們也是沒有吃過很多家啦 對啦 像像帕棚跟十一都是我第一次吃 嗯 但帕棚我去買都人超不好 好來 我要講第一名了 有兩家並列的第一 遮甜果固的水果千層 跟甜點16的水果千層 我都很喜歡 甜點16是水果非常的新鮮 對 你每一口都吃得到水果 它的千層餅皮有那個蛋香味 對 就是那個蛋香味也不會形容 就是好好吃 我不會講那個味道 就是它有濃濃的蛋的那種香氣跑出來 對 光是鮮奶油 就它最上面那個 只是來固定草莓的那個鮮奶油 都這麼好吃了 可見他們是非常非常用心在製作的 非常新鮮 對 我有吃過他們另外一個那個千層蛋糕 草莓千層蛋糕 就超喜歡 對 所以它在我心中目前位置蠻高的 因為它自己又買了一個草莓千層蛋糕 對 另外買一個啦 這樣把它打翻了 對 那個不是沒有要再拍攝到 但是我家是要吃 對 對 然後 遮甜果腹就是 我幾年前吃過一次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吃 然後 味道還是很好 好啦 嗯 就是兩家 你要整點狗鋪就是 整點狗鋪 它雖然比較甜 可是我覺得它一切都非常的剛好 好啦 我們今天的評評到這邊結束了 然後 希望就是也給你們一點小小的意見 我們如果說哪幾家不好吃 或什麼的不要剝離心 對對對 我們只是個人意見 對 好 那就是如果喜歡每片的話呢 可以記得訂閱 泡泡哥哥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海威的頻道 對 然後也歡迎留言 你們覺得心中第一名好吃的甜點 是哪一家 對 不一定是這五家 這五家你也可以留言 或者是你們覺得還有這五家沒有介紹到的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對 或是食儀其他蛋糕其實更好吃 對 但可能我們吃錯了 對 好那 OK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了喔 大家再會 掰掰 記得追蹤我IG喔